丰田汽车 丰田汽车作为全球范围内的一个重要的车企,在国内的市场中,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,因为丰田旗下的很多产品都是快智人口的。 丰田汽车,比如丰田卡罗拉,丰田普拉多等车型,丰田凯美瑞等,都让国内的消费者非常喜欢,目前一汽丰田旗下皇冠似乎在国内的市场中过得并不好,这才经历了15代车型更迭的老车,在德喜豪强的打压下,低下了自己高贵的头。 不过似乎丰田对于皇冠的落败有着十足的把握,也就是说就算丰田皇冠失败了,丰田汽车也将会有足够的回旋余地,因为丰田旗下全新的亚洲龙,已经做好进入国内的准备了。 作为丰田旗下拥有悠久历史的老车,亚洲龙在国内的时间不算很长,而且很多消费者都不怎么认识它,但是这台行政级轿车,在美国市场中,已经上市很长时间,而目前有消息称,全新的亚洲龙,将会在国内一汽丰田旗下生产。 对于这样的消息,很多消费者都非常的激动,因为虽然丰田皇冠,已经不再那么受欢迎,可能是因为产品力导致的,但是丰田亚洲龙,作为丰田旗下的一员汉将,在没有进入国内的时候就显示出了自己强大的实力。 在外观方面的设计上,全新的亚洲龙采用的,是丰田家族最新的设计语言,而他也将会基于TNGA架构打造而来,全新的车型拥有了非常漂亮的前脸设计,整体的设计感很强,比起丰田皇冠来说,更加值得购买。 丰田皇冠在大家的印象中,其实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商务的感觉,而让他走到末路的也正是他单一的产品性质。 丰田似乎在这方面,有了非常深刻的认知,而在基于TNGA架构打造而来的轿车中,几乎都会有两种版本出现,就拿丰田凯美瑞来说,一种是普通版的,另一种则是运动版。 在国内的市场中,大家买车的时候,会拥有非常丰富的选择,作为全新架构下的产物。 丰田亚洲龙在内饰设计上,有了非常前卫的理念,中控台上的造型采用立体雕刻的设计风格,屏幕的造型也有着很大的变化,与丰田凯美瑞的差异化非常明显,这也让很多消费,都愿意为他的独一无二去买单。 因为在国内的市场中,大家还是不太愿意买太过于同质化的车子,最后,全新的亚洲龙也将会与凯美瑞一样,拥有更加丰富的产品配置。 因为同样是基于TNGA架构而来的,在车型上也会有普通版、运动版和混动版,而在内部的配置上也非常的丰富。 比如电子手刹、自动驻车、全系石器囊等丰富的配置,也许亚洲龙的到来,会是丰田的一个很有效的转机。 因为丰田汽车在国内的市场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,希望亚洲龙的到来,能够弥补丰田皇冠的老人。